因为我们都觉得它的做法是错的 因为它正在收拾后面的东西 我们希望它从源头去处理 政府开始有点改变 线售 各位还记得吗 这塑销带 你现在有地方用买的 但是呢 我们也去揭露线售的问题 因为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 我们今天不讲 或是说 这个政府有一个政策 但是我们它真的有问题 可是企业看到什么 看到PLN PLN是什么 叫做生物可分解塑销 各位有没有去 那个沈维尹那边喝过那个斯勒冰啊 有没有 最近那个透明那个杯子 那个就是生物可分解 但是它真的是生物可分解吗 也真的很好奇 也就是说 线售的这些业者啊 后来居然转进去做PLA 反而逼的政府就说 你这样线还不够 你要线更多 为什么 你线更多才能用我的PLA 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吗 线售 那又替代了材质 就独家 所以变成这个 所以这里面到底谁环保 限塑人环保 还是做PLA的环保 还是这里面都有问题 所以这里面其实是值得各位去探讨 各位都有兴趣 我在 我有前面文章 往上查PLA 应该可以找到那边 我是谈那个 PLA里面到底 谁要环保 这个可以了解 所以限塑也有它的问题 之后呢 终于台湾这种比较有零废气 从源头 减量 让它这个可以全部回收 诶 我们也去挑战那个零废气整整 为什么 因为它讲的是半套 它的零废气叫做烧了以后的东西 就是不要进脸埋堂 但是可以进蜂化炉 为什么 因为蜂化炉烧了以后 烧的东西变成热 热能回收 所以蜂化炉烧也叫做回收 各位可以接受这个吗 一定被我搞混 对不对 它就是要搞混 反正蜂化炉烧了有热能的回收 现在还有一个新招 蜂化炉烧了以后 剩下那个东西怎么办 没地方去 那拿去填海 那这样上面回收 它说叫制造新的国土 那也是回收 或是再利用的 所以现在的政策 已经也变得到填海造地 视为一种再利用 或者叫做支援回收再利用 什么意思呢 把工业产生的所有废弃物 全部叫做支援物 所以就从此以后全部没有废弃物 不过今天我要讲什么 你如果生产这个东西叫硫酸 以前这个东西就很忙碍去处理 叫做废弃物 而且叫有毒废弃物 现在改个名字叫做支援物 为什么 总有人会用到硫酸吧 这个时候他把硫酸乱到 就不能叫废弃物乱到 叫做支援回收 之后摆错地方 各位不要笑 这就是现在的政策 所以从我们一开始 政策这样一路变 我们一路反 你可以了解政府 其实总有一套去处理这件事情 那并不说政府 这是想成尖角记账 而是他整个发展 GDP至上的主力不变的话 永远就会在里面打转 因为资本主义怎么去解决环境问题 很简单 就是一个就是收费 有没有使用者付费 一个就是让他资源回收再利用 这个就是最好的问题 永远可以变成再利用 逃避责任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大家去思考 就是环境政策 这里在垃圾里面 我觉得合有很多有趣的部分 知道吗 你快讲 那个 再来讲反合 我再讲合肺 这是这个到 奉寮的人找 那个妈祖 一起去立法院前面看着 我在谈的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 蓝宇核飞料 这个是什么 1995年在金山 我们那时候发行一个 核飞混蛋大游戏 这是什么事情 这个其实就是当时候 一开始蓝宇转运战 1982年的时候 蓝宇转运战 这个核飞到双蓝宇去干嘛 本来是要去填海 海抛丢到海底去 结果后来突然 国际公约通过了 不能海抛 所以现在的蓝宇 原来不是真的 要把核飞放在那边 是一个转运战 但是那时候叫做 贩毒工厂 要去海抛 但是因为是 因缘机会 国际公约通过了 就变成储存厂 一直摆到现在 摆了将近30年 那因为这样子很不公平 对不对 所以核电厂 居民与蓝宇 居民落落 是 是